成熟与成长 每一次的暴风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大部分的植物 都是在暴风的时候 它们的根会变得更深 根会变得更紧 它们就变得更强壮 每一次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事实 健康的时候祷告得多 还是生病的时候祷告得多 赚很多钱的时候祷告得多 还是欠很多钱的时候祷告得多 快乐的时候祷告得多 还是难过的时候祷告得多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对不起 你不觉得我们真的是 一群很古怪的人吗 难道我们不知道 就在好的时候 多紧紧抓住什么 不要等到困难来临 但是真的就是 每一次在暴风的时候 你就发现根就在深了一点 怎么样子成熟 就是因为你学习的 自己会多祷告一些 你知道小时候 我就学会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 我每次都需要唱得很快 就是小时候 我最常唱的歌就是 耶稣爱我玩不错 耶稣爱我玩不错 因有圣书告诉我 欢小孩子主要 我谁软乱主人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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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唱这么快 为什么 因为 以前在我们家 我们住在白人街 那个鸿门的 那个教会的地方的时候 我要从二楼到一楼的时候 我都会害怕 所以每次二楼到一楼 一楼都很暗 那我就一直说 爸 你可不可以陪我下去 然后牧师就说 不可以 你自己下去 然后我就说 爸 我怕 然后他就说 那祷告 然后我说 爸 我不会祷告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唱 耶稣爱我 这就是他给我的答案 所以我就会 然后所以我就要唱这么快 为什么呢 因为 要走楼梯的 整个的节奏 就是这个样子 从楼梯上面就开始 耶稣爱我 我玩不错 耶稣书告诉我 我奔向孩子 然后越黑就要唱越快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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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书告诉我 已经回到楼上了 所以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 这是好的 因为我就学习了自己祷告 你知道身为父母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要自己会祷告 他们会有征战 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在他们的旁边 让他们要越来越成熟 要让他们会祷告 要让他们会经历神 要让他们会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最近我们跟我们的儿童的事工 我们跟他们讲说 我们在今年开始 我们重新地训练我们的儿童 我希望把我们的儿童训练成一群祷告的大军 因为孩子 我希望他们一群都跟萨姆尔一样 听得见神的声音的 而且他们可以 我们应该训练他们 所以父母们不要觉得 孩子来不来教会 没差 有差 让他们提早来 让他们经历神 我们让他们听得见神的声音 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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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